负责大学学测指考服务的大考中心 今年亏损暴增到1400万元 比去年还要多亏了1000万 但大考中心有一半的员工 他们年终加上考级奖金却可以拿两个半月 被立委跟家长团体都痛批实在是不合理 大考中心则是解释说 他们的年终是比照公家机关 是去年就已经通过的预算 由于学测的指考报名费很多年都没有调涨 考生人数又减少才会造成亏损严重 而教育部长则是表示 大考中心离两个半月年终是合理的 人士也已经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